设计明星的私生活总是一些八卦媒体疯狂追求的大料 很多媒体都会释出浑身解数 用各种方法在私底下偷拍明星 即使是那些真情侣也不例外 近期韩玉泉好几对情侣都十分甜蜜 像是金玉宾神敏儿就分享了爬山约会照 难得公开放山舔到不行 但其实因为受明星光环的影响 每对明星情侣约会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近期就有网友讨论起明星CP的约会法 爱道都在音乐节目头互动 选宾孙一真爱打高尔夫 李敏浩曾和秀智去伦敦五星级酒店约会 根本继承者文现实般 明星情侣约会法医 金玉宾神敏儿爬山踏青爱及放山 金玉宾神敏儿因为拍出广告项链 骄傲六年多来 两人一直爱得很低调 没想到近期却难得放山 金玉宾神敏儿在埃及 发了对方替自己拍的爬山美照 不过网友看到两人的照片都笑了 病欲付出的金玉宾仍然抽空爬山健身 日前晒出多张到脚外的照片 穿上休闲装的他 虽然戴着帽子和口罩 看不到他的酷帅颜值 但整个人身处树林潇洒一旧 似乎在爬山途中做下休息 也看得出来他的心情甚佳 隔天神敏儿一公开他爬山的照片 就见穿着日系风衣 脖子带着丝巾的他 抬头帮人拍照的模样 眼前的网友会发现 他照片中的背景 跟金玉宾前一天上传的照片十分相似 还留下跟金玉宾背景数页一样的表情符号 让所有人确认这对金童玉宾应该是一起拍拖爬山去了 而且还是互拍情侣示娇 根本就是在公开秀恩爱 不过金玉宾也因此叫到了吐槽 网友表示 深迷儿拍金玉宾的角度 构图都抓拍得很好 然而金玉宾却把大美女拍得超平凡 这也让网友忍不住笑说 果然是直男男友在拍照 其实爬山是很多明星情侣热爱的约会方式 尤其是最近疫情严重 大家都想出门偷偷气 看到这一对依然低调地交往着 网友们都十分开心 金玉宾深迷儿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 当时金玉宾确诊鼻炎癌 对天宫修行 身体状况让粉丝很担忧 是深迷儿陪他熬过这段治疗的日子 相互陪伴不离不弃 后来两人牵进同一家经纪公司 5月初由二人参与的我们的懒调 也迎来了热播 虽然双方不在一个单元 两人不会有对手戏 原以为是公费恋爱 却牵起了别人的手 尤其是金玉宾与寒之面的精彩爱情故事 一度征服观众 但回顾二人的情感经历 映视剧真的不敢这么拍 明星情侣约会法二 宣斌 孙一真 爱打高尔夫 餐厅打卡 宣斌孙一真的约会方法很特别 有网友目击两人经常打高尔夫约会 高大的宣斌几乎比孙一真高出一个头不值 其实宣斌原本就很爱打高尔夫 只是没想到孙一真也有共同的兴趣 这约会方式好有上流社会的感觉 并且孙一真也曾在节目中展示了他高超的高尔夫球技 专业教练都频频夸他的高尔夫球打得很好 动作姿势十分完美 可见他的水平之高 但孙一真却十分谦虚 虽然打高尔夫已经三年了 但面对教练的夸赞时 孙一真却低调的回应说 得到了您的许多指电 为了感恩而出演了节目 为了鼓励像我这样的高尔夫球初学者们 除了一起去打高尔夫外 玄冰和孙一真也会一起去美食店打卡 有网友仔细分析两人和店长的合照 发现玄冰手里似乎还抓着孙一真的钱包 莫名被这个小细节填到了 两人拍上爱的破将军 也曾在美国被目击一起逛超市 这一对真的怎么看怎么配 明星情练约会法三 郑建浩秀莹拼命约会法 画面根本偶像剧 郑建浩秀莹的约会大多走平命路线 但画面根本比偶像剧还甜 刚公开恋情时 就有狗仔拍到二人经常去电影院约会 郑建浩会特别绕去百货公司 买好要给秀莹的礼物再去找她 而约晚会两人还依依不舍 不断互相比心才离开 如今郑建浩秀莹交往多年 还是时不时被网友目击 两人在超市商家电影院约会 像是前阵子 两人就被民众看到一起去超市购物 虽然非常低调 但却有种平稳的幸福感 除了以上这几对线的进行事 不少节目也都曾总结过 宴园爱豆热爱的约会方式 明星情侣约会法4 家里最方便 JannyGD被抱在家约会 因为怕被拍 所以明星们的首选约会地 大多是自己或对方的家 像是现在处在情感风口浪街上的 Janny和GD 哈梅就说 两人约会模式很固定 通常Janny工作结束后 会直接去到GD家 因为GD家是一明星很强的豪宅 所以Janny把车开进地下停车场后 可以直接上楼 正好能避开所有耳目 明星情侣约会法5 车是热门地点 太阎 博贤 李圣基 润娥都曾被拍过 之前TuneIn One的Daryl 就曾在节目分享明星的约会法 除了自宅外 比较有钱一点的明星 都很热爱在车里约会 像是当年太阎 博贤 李圣基 润娥都曾被拍到 开车约会 像李圣基和瑞娥的情况 是因为当时两人都非常忙 加上瑞娥家有门禁 只能趁下班的空档 抽空约会 开车的话也能去兜风 汽车电影院 是明星很方便的一种选择 明星情侣约会法6 出国最方便 李米浩秀制伦敦约会 超舍滑 哈梅指出 顶级明星也很喜欢 以形成的名义出国约会 因为在国内不管怎么样都很容易被发现 像之前李米浩和秀制恋爱时 有次两人刚好都在国外有拍摄 他们就协同好 一同在伦敦会和约会 当时还没爆料 李米浩当时订了五星级饭店 一晚要价190万韩元 两人在英国最高的大厦层厅里吃饭 餐厅位在31楼 可以俯瞰整个伦敦美景 感觉好有继承者们的感觉 明星情侣约会法7 音乐节目后台 堪比相亲现场 其实像音乐节目后台 傲向运动会 很多爱豆也会偷偷运会 美目传青 Dara就爆料 音乐节目待机时后台很热闹 爱豆们彼此都会走走看看 遇到嫌疑的对象 就拜托认识的朋友介绍 一来一往很快就熟悉了 而恋爱中的爱豆也会很明显 待机时后台集体打招呼时 他们会用嗨饭去的打招呼 刻意食之尽扣 任谁看了都知道他们在恋爱 这也成了爱豆很流行的一种约会方式 音乐节目标定是比较有限的 音乐节目标定是jek